在历史长河中 许多帝王通过残忍手段夺取权力 但终究难逃命运的循环往复与天理的成绩 唐高祖李渊在离世时留下的一句诅咒 成就了他儿子李世民及后代的悲剧 也让人不禁感叹 历史并没有记住夺权者的野心 只记住了他们违背道义的行径 李世民是兄夺位 开创大唐盛世 却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曾说过 野心跟炼金术不同 你付出的越多 得到的往往越少 当年李渊的十四字 便是对李世民集权夺取 与备得行为的最好住截 一 李渊立长子为太子 李渊是隋朝宗室出身 在隋末动乱中 依靠军事才能崭露头角 最终取代隋朝建立了大唐帝国 李渊为人稳重沉阵 并不像其他军阀那样残暴实血 即使在夺取地位的过程中 李渊也尽量避免无谓的杀戮 许多元隋朝官员 在李渊手下还能得以保全 学者分析李渊之所以能够建立 延续数百年的大唐江山 稳固的性格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渊即位后 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惯例 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李建成生性文雅 善于诗书不同于李渊和李世民那样擅长征战 但他处理正是沉稳 深得民心 有些史书描写李建成无能 但根据其他文献记载 这似乎是李世民篡改历史的结果 李建成得到兄弟李世民的尊重 两人关系和睦 李世民虽才能出众 但向来没有基于皇位的心思 李世民在平定江南叛乱时 李渊曾承诺洛凯玄就立他为太子 李渊是一个重信用的人 但为了国家稳定 他仍立立立建成为太子 让李世民颇感失望 虽然当时李世民心有不满 但还为产生夺取地位的野心 据史书记载 李建成得知李世民的失落 主动前去慰问弟弟 两人关系依旧亲密 李渊作为父亲 也充分认可李建成的才德 相信他能够带领大唐走向 繁荣稳定的未来 二 李世民野心膨胀 设计杀害李建成 626年 李渊为化解李建成 和李世民间微小的芥蒂 传召两人入宫谈心 这时的李世民已经野心膨胀 早有篡位夺敌的想法 他在玄武门设向埋伏 反击手无寸铁的李建成 李建成以为是兄弟间的友好谈话 怎料李世民心狠手辣 还没见到父皇 他就将自己杀害 李渊得知长子李建成惨死 几乎昏厥过去 多年来 他是李建成为大唐未来的栋梁 没想到他就这样死在亲兄弟手里 李渊一生最痛心的 就是亲眼目睹兄弟系强 儿子残害儿子 如果时光能倒流 他一定会选择禅位 也不会让儿子兄弟成这样 水火不容的局面 李渊只有李世民 这个能力尚可的儿子了 无奈力他为太子 李世民得到太子之位也不满足 只想速速取代李渊登上地位 他开始周旋朝堂 拉拢臣子 李渊这几年元气大伤 已无力阻止李世民 两年后 李世民强迫李渊让位 登基成帝 德高望重的李渊 就这样被囚禁忧弊 直至憨恨而中 三 李世民篡改历史 为日后埋下火根 李世民夺位后 为洗清自己的罪孽 大肆修改历史 污蔑李建成昏庸 称李渊懦弱无能 李建成那些治国有方的举措 被去掉留下犯错的举措 李渊一生的功绩也被掩盖 李世民派人四处收缴史书 并中写帝王实录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李世民修改历史的做法 为日后埋下了火根 子孙们因为记载的扭曲 而对他产生崇拜之心 也学他使兄 逼父的手段 争夺皇权 李世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一点在他随后的统治中 也可以看出 李渊在离世前留下的十四字 预言李世民的子孙 也会有同样悲惨的命运 后世果然应验了 四 李世民治国有方 却无法摆脱道德阴影 不可否认 李世民作为一代民军 在位期间却是功勋卓著 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整顿励志 劝克农丧 推行科举 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 但是李世民用弑父 杀兄的手段夺取皇位 使他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道德污点 李世民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 难以被百姓接受 所以才大刀阔斧地修改历史 然而血浓于水 胸有地宫是人伦之场 李世民违背了这一道德底线 也注定会遭到天前 李渊的十四字 道出了夺取地位的代价 辱杀吴子孙 他日如子孙一复如是 李世民为此付出了 难以磨灭的道德创伤 这也成为他在成功的治世后 心里罪过不去的一道坎 李世民共有十四个儿子 最宠爱嫡长子李世民 八岁时李世民就被立为太子 李世民希望通过明确继承人 避免子嗣相争 当年李建成就是这样惨死的 李世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 然而好景不长 李世民长大后变得交涉隐隐 李世民对此极为失望 想要废除他 朱王中才能最出众的是李太 也见受重信 李成前为保太子之位 决意除去李太 当年杀害李建成的历史 在李世民眼前重演 一个儿子要杀死另一个儿子 夺取皇位 李世民勃然大怒 想费李成前太子之位 而李成前也学李世民 强迫父亲传位一般 开始抢逼李世民让位 李太趁机在李世民面前 装出忠心子 想取代兄长之位 李世民无奈目睹宫廷内乱 兄弟系强残杀 却已无力回天 李渊的十四字一语成谶 李世民夺取地位的手段 也落到了自己的骨肉之上 他被迫目睹 子孙重复自己的侍亲行径 这是对他的惩罚 也成就了他晚年的痛苦和耻辱 李世民建立了盛事 却难逃李渊话语中的宿命 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悲剧 时过境迁 大唐兴衰仅数百年间 每个朝代的盛衰 都难逃这个循环往复的命运 李世民与他的子孙们 都是这无情命运的牺牲品 但我们要看到 其根源还是人心 李世民为达目的 不过伦理道德 杀兄逼父 才埋下了这场宫廷内乱的种子 子孙无视生命伦理 也只会重复这一历史悲剧 今人应当汲取历史教训 知法守法 遵循伦理道德 不因私欲肆意妄为 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循环往复 世事沧桑 江山带有才人处 我们唯有互相宽容 破除仇恨 才能开创出崭新的历史天章 古人云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唯有做一个守法守意 行善成恶的人 方可避免命运的悲剧 获得内心的平静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您的鼓励 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